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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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死了 你看,你上報了,兒子 不是吧? 是的 情侶山上拍拖遇險? 怎麼搞的?我現在哪不同的情侶 什麼報紙?我一定要過他比訪 你不用這麼怒吵?人家不知頭不知路 見一男一女上山就當你們是情侶 你不知頭不知路,你問吧 你隨便把照片戳了,就挖人家是情侶 我跟他哪不像? 還有,你看拍得我多醜 不是,我覺得你跟Sammy倆都很上鏡 我上鏡一向,這隻隻鴨的上鏡 你看看他的醜醜 不是,很好看 你別不喜歡別人,就經常彈別人 其實Sammy也是好女孩 一個不小心,你真的跟他拍拖 你說多好,對吧? 阿平,你撞邪嗎? 你怎麼這樣呢?胡亂說話 你看看,如果你們不是合襯 那些記者就不會說你們是情侶 是嗎? 會不會緣分不經不覺地 輕敲我們公仔的心窗呢? 我猜到是你,你出得遠了… 痛呀 阿平,你聽說好好的休息一下 別再想要偷走 偷走? 話說回來,你幹嘛要偷走? 說來聽聽 你有沒有搞錯? 人家來探望你買一賣生果果理藥 你多謝都沒有一句你卑鄙得這麼行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禮貌? 我沒有叫你來探望我 探望便宜的也不一定賣橙這麼老套 我沒說要吃,你強行拿來要我吃 你懂得尊重這兩個字嗎? 賣橙就叫老套,叫做不尊重嗎? 我剛才你不吃,我自己吃 對不起 對不起 你是不是這麼財? 我怎麼知道我的橙這麼多汁? 我怎麼知道會撕下你的腳,我不想的 我要洗腳,走開 不用了…我有濕紙巾… 我有濕紙巾,我知道你用得著 你不要走來走去 你又想借你的笨蛋走嗎? 先生,你看罪女朋友吧 時間到晚了 好… 記者亂說,不關我的事 你又不要入了我的錢 你根本不應該上山 如果不是你,我就不會捉不到一隻狗 不會遇到一個賊,不會滾到山 不會躺在這裡 不會,本身跑就跑不出去了 慢著,你偷走出院 你不是想有牠捉狗的,是嗎? 是不是瘋了你?偷走出院捉狗 我認出那隻狗 那隻狗半年前生果鬥的 在這個時間,很有機會再生 所以我一定要盡快幫牠做手術 不然又會多了很多沒有銀利 又得牠自生自滅的流浪狗 你明白嗎? 我明白,流浪狗是可憐,是要你 但你也沒理由拿自己來交票 我明白了,因為他最好 看見你 找人嗎? 我明白你的 別招來和你 我明白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我回家找表姨妈 我想表姨妈跟她去看小狗 帶小狗去看医生 但是表姨妈不肯 還罵我很街上玩 黏著野狗, 骯髒骯髒 還困在房間不讓我出街 那晚整晚掛著八號風球 我看到窗外面橫風橫雨 我很擔心小狗有事 我偷偷拍門求表姨媽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但是她沒有理睬我 我只是看著天氣這樣哭 看著天黑變天光 風停了, 雨晰了 天光不久, 我在街上一直這樣跑 我要跑去看小狗 但是, 誰知道去到 小狗已經不見了 我追著一個每天都會經過那裡的 清潔工人 問她有沒有見過小狗 誰知道 她說小狗已經死了 當垃圾般送走了 我… 從那天開始我跟自己說 我一定要做一個出色的獸醫 我一定要治好所有的狗 尤其是要幫那些 沒有人理, 很淒涼的流浪狗 等著我, 等著我 阿恭, 不如先休息一會 你們有沒有搞錯? 走了多久?這麼快又說要休息? 叫你們兩個平日多做些運動 不是你, 阿恭 我有聽說 輕微中暑會心跳加速 感到口渴和小腿抽筋 我只是沒抽筋 我擔心我中暑, 阿恭 這個臭小狗找了這麼久也找不到 說不定他去了隔壁山呢? 不如收隊吧 收隊… 不行… 阿恭答應了Sammy去幫他找狗 做男人的事, 最重要是有口齒 還承諾, 有担大 不可以輕易放棄, 阿恭 別說太多了, 真是受不了 要走就走, 要回去就回去 要開超市的, 開超市 你們怎麼樣? 不行 真的不太妥, 我很討厭 不行… 不是, 你先喝我的水 天時鼠熱流了這麼多汗 身體除了流失大量的水分 還會流失大量的鹽分 是… 喝了鹽水就可以迅速替你補足能量 是… 早點拿來 快點… 鹽水好的嗎? 先喝 不搶我, 我也行 來… 好像舒服一點 你以為神仙水嗎? 我行 怎麼樣?你們交換口水了嗎? 快點, 交換完快點, 繼續 你急不來 你也交換口水, 休息一會 我不用 你明不明白, 天佑表弟 黎醫生跟我說現在很高急 那隻狗女不能等 萬一被狗攻 搞完之後又生了大鬥出來 那些小狗就全都變成野狗 然後就沒人理會了, 很可憐 明白… 我們今天做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 我們會努力的 你這傢伙這麼薄 只是想阿公侵你玩而已 是啊 不是, 我們有意義的事 再加上鞏固感情 就是一石二鳥, 一箭雙雕 一筆勾銷 夠了 你不用再在這裡賣好貴 做兄弟的事, 再心中吧 說這麼多做什麼, 走吧 乾杯 乾杯… 難道真的被姨媽說中了? 什麼… 我是說, 我覺得 你和人摘了一棵脆麻花之後 就一嘴動情, 碰了森美醫生 不然你也不會這麼出來幫忙 好 你現在想的事越來越懷疑 什麼, 現在我幫人做正經事 男女之間的事, 是不是 不只是你想的事 明白 Jab哥, 時間到了 好… 好… 到時候你們要重新接受訓 對不起, 周Sir 我吵架過 我根本不適合去那個領選員 我想申請調組 希望周Sir你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你的心情我理解 但你真的決定了嗎? 是, Sir 你這麼肯定, 我想我也不需要多說 好, 那Bingo呢? 你怎麼打算領養他? 其實我已經入籍了 因為申請領養退日警員的 期待領選項實在很長 所以我才這麼做 對, 至於調組的問題 我會幫你安排 謝謝, Sir 周Sir叫我 我知道你調了一個新界北重案組 那以後來看Bingo就方便了 坐, Bingo 對, 我想這裡一定是Bingo最好的歸宿 我也希望他可以在這裡過一些 開心的日子 你的心理調節不錯 不等於Bingo也不錯 他跟你拍檔衝鋒陷阵 現在因為眼睛差了要退役 他也需要時間適應 一天都是我不好 之前押忍也太厲害了 所以我不做領選員這個決定是對的 因為我根本就不合格 不, 無論是給我另一隻狗 我也怕好像傷害Bingo那樣傷害了它 你說的表達能力有問題 什麼問題? 你說你和領選員原來還沒合格 是啊 那就是說我也有責任而已 對不起, Sir, 我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以後我除了進來探Bingo之外 我想跟你再訓練 直至我真正合格為止 你的意思是會申請再做領選員 我也有這麼想過 不過要我真的行才行 有心就一定行 LuLu Sir, 你說的 你一定要幫我, 我們一起努力 不過現在最重要是要做好目前手上的事 是, Sir 我們拍攝一下, 待會兒 認住了, Bingo, Bingo 這裡就是你的身體了 來 好 我一有時間就會來看你的 千萬不要因為我不開心 連你自己也不開心 只有你開心, 我才會開心 知道嗎? 零九, 你好, 再見 零九, 你好, 再見 進來 上次的事是我沒有顧到你的感受 處理得不好, 對不起 都這麼久了, 你還提, 這麼久? 怎麼會? 不是Bingo出事了, 我也不懂得反省 原來自己以前一直自以為是 只想自己, 完全沒有理會Bingo 結果傷害了它, 就像對你一樣 你找我來跟Bingo比 不是… 其實我…我當Bingo不是一隻普通的狗 算了, 我不懂得說話 如果我剛才這麼說 令你更加不開心的話 我再說一次對不起 我哪是這麼小器的人 我當然知道Bingo對你來說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因為它而想起我 我會覺得很開心 而且那些事都過了這麼久了 算了, 我還有事想問你 什麼? 其實我之前問過你 不過你還沒回答我 你想我想什麼人生目標? 是, 你還記得就好了 那你想到沒有? 沒有 不要緊, 我準備好了 裡面有很多不同進修的資料 有展示計劃、飛躍計劃和偽進計劃 我覺得適合你都拿給你了 你慢慢看, 慢慢選 然後感覺一下自己的人生將來會怎麼樣 當然, 做人一定要有目標才行 Carmen, 其實我之前疼自己的人生目標都有瑕疵 我已經重新檢討 重新定過自己的目標 我和你一樣都是由零開始的 我們一起努力吧 我答應你, 我盡快找我的人…人生目標 我們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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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努力吧 你能不能進來?逼得我, 好嗎? 你已經進去了 乖女兒, 我看你竟然不出家樓 怕我惹你不舒服 你在這裡搞什麼? 我沒事搞的, 看東西 來什麼? 不是看東西, 找東西 你不是玩爸爸嗎?句句都掛著 我不是玩, 我在找我的人生目標 乖女兒, 是不是外面有人欺負你 跟爸爸說, 我替你押著他 爸爸, 你別這樣 讀書小, 看得出來 我不會這樣 不如這樣吧, 你和我一起進修吧 不如這裡這些, 你已經超煽靈了 我聽說拿了一些新的給你 你別騷擾我, 我有時間不要去旅客行 乖女兒, 我給你錢去日本, 打烤 但我給你錢去名店購物, 好嗎? 爸爸, 你自己不生性不上進 不做個好榜樣給我也算了 現在我要生性, 我找人生目標 難道你還在那裡做魔鬼, 妨礙了 幹什麼? 小小豹… 我鬼呀 又是你的甩毛掌 我先綁鞋帶 扔死你… 避我? 你搞什麼? 熊掌, 你沒事吧? 怎麼跑出來攔車不去看店 我剛才看一本《水電知識》 百科大傳 我有些事不太明白, 打算來問你 好學是一件好事 你等我進去放下他們倆 我再慢慢教你吧? 謝謝 魯魯Sir 是 Sammy 是 出現這麼好嗎? 是呀 我說車頂一定會弄的 就麻煩你去接我打領出院 貴手之龍, 是小事 我不妨礙你們了 趕著進去看狗 是呀, 最近天天又熱又熱 那些狗很容易生病 是呀 就這樣吧, 再見 再見 有緣再見 好 老婆 就這樣了 老婆 就這樣了 人字拖, 謝謝 我省不客氣 你呀, 傻瓜 大靈 過兩天你覆診 我的車可能還沒拿回來 我想還要找Eastore多收拾 那是小姐 剛才忘了跟她說 讓她可以早點就時間 太陽還與中, 誓方盛起來 你唱什麼? 唱你 唱我唱什麼? 之前你和把火星蹉快地球 揍成鈉在路上 把頭子在全程的車上 痺痺地 problème時說得好笑 看來她想幫你捉狗 令你們氣光高了 對, 認識他也算是一個好人 不過還是要我這個人iso大量 吾激愁的時候才可以跟他商談 希望這次的事可以令他對狗的 認識更加 那我訓練習和年輕人往的目標 還可以向前跨進一大步 好, 就是這樣, 你看得到 看得到 很容易而已 試試看 關掉它… 熊掌, 我跟你說過多少次? 那些高水很貴的, 你胡亂來噴 我真的想問你 你經常暈油, 到底想怎樣? 你有沒有帶老人上班? 對不起, 師父, 不好意思 各位兄弟, 又是三點三, 去吧… 我們去吧, 你不能去 你繼續在這裡練習 為什麼?我師巡又做錯事了嗎? 不是師巡, 是師巡中的師巡 表哥周身也是 慢慢玩 師巡… 我是死蠢, 罵吧, 儘管罵 罵罵罵我就習慣了 怎麼樣?毛章 但我跟你說 今天我是死蠢, 我認的 但將來我一定不會是 對, 只要我賺回雙錢 那我有本錢搞自己的生意 到我生意成功的時候 爸爸和妹妹就不會看不起我 不會再當我是死蠢 到時候別說花生 魚子醬也有給你吃 養完你過世還行 可以… 是不是真的可以? 甩帽, 你說我可以, 我相信你的 你說我可以就行了 我蔣天雄一定可以 來吧 隔壁村那些騎乃乃乃我們鬥幫 還大口氣說要連搓我們五六 你們是神經病 他們肯定熱得瘋了 是呀… 簡直是神經病了 他們有比我們還能贏 是呀 難用法 雖然你有鋼門法之稱 但做人設計一個字, 囂? 是呀, 謙虛點好, 謙虛點 不過謙虛歸還謙虛 我們也要做足準備才行 是呀 你今晚好想想辦法 怎麼輸出來操球 是呀 老婆出去也不知道會不會不回來 那就不用想辦法了 好… 老婆, 怎麼回來了? 我以為… 童童笑得這麼開心, 繼續笑吧 為什麼不笑? 是呀… 虎靈不清貴, 想死嗎? 不是呀, 沒事 是呀… 告訴你, 我的電費貴得死了 不知道在我鵝掌裡 斜高了我的電費 不會吧?我又去收拾東西 不會, 說了你, 總會不便宜 這樣用法花香鐘出不了場 還是要穩定後備 為什麼這樣舔腳趾? 黎醫生說過最近天氣 又熱又濕又焗 狗狗很容易生病 難道阿黃舔了嗎? 不是吧? 你怎麼可以給豉油王 當然是給阿黃吃 但我這次有起骨了 他平時吃完也是舔舔你 但這次不斷舔自己的腳趾 阿黃平在哪裡睡? 在我花園 我搭了一間墓屋給他 我還摺毛巾, 很舒服 我想知道這條毛巾 你多久會洗一次呢? 你放心吧, 我每年都洗一次 難怪知道了, 找到香港腳吧 不是吧?狗有香港腳嗎? 蘇閃毛真菌引起的皮膚病 可以說是小狗的香港腳 有這樣的菌嗎? 阿黃萬萬分在一條 一連遮洗一次的毛巾上 可以想像到他平時在多差的環境生活 你還給他吃這種東西 他現在才生皮膚病, 真幸運 聽到嗎?你很生髒的樣子, 厲害 你這麼說就不用帶他來看我 不…你別這樣想 我就是想我把他架好一點 如果下次你再看到狗狗舔腳 要注意一下腳底和腳趾 有沒有黏著髒的東西 有時候慘得好像會發炎 平時就要注意一下腳底的衛生 好像小圓邊 看有沒有黏著髒的東西 習慣用乾淨的膝毛巾幫你清潔一下 還有, 狗仔只能吃百雜的雞肉 太油膩的東西就會肚餓 太鹹的東西就會生枝 如果你真的很想獎勵阿黃 你就買一些狗仔的零食給他 但是狗仔有零食買的嗎? 我不知道 不如這樣吧, 一天你陪我一起去買 對, 等我大量入貨 我以後就可以提升阿黃的生活質素 好, 如果你真的這樣做 我一定會支持你 那先謝謝你 阿黃, 多謝醫生, 快點 謝謝… 不如買狗帶給阿黃 挺可愛的, 公仔 不如買一隻給阿黃 其實你正式送過東西給他沒有? 我養了牠, 任牠吃, 任牠轉這麼多年 就是牠買禮物給我 拜託你別這麼孤寒 阿黃真是一隻好狗 那倒是, 那哪隻有趣呢? 我覺得這隻有趣 我上次買了兩隻 一隻留給自己 是嗎?我剛才一看 其實我也是覺得這隻很有趣 我想阿黃一定喜歡這隻 但我跟牠的模式一樣 原來買一買一買, 都買了很多 看來這裡也不少錢 你別這麼孤寒 對阿黃抱著你來疼, 什麼都值得了 這倒是, 牠很喜歡舔我的嘴 代表給你們一個七折 真的…你除了人靚之外 還這麼好人恥? 你們是遠足遇到賊哥對情侶嘛 不要緊, 大家這麼有緣 以後你們多點下來光顧我們就行了 對, 其實… 其實我們一定會的 謝謝你 阿黃, 這個就是你的新豆 開心嗎? 我送你一個五星級的鴿, 高不高興? 不僅僅, 還有… 這隻公仔也是送給你 以後就由牠來陪你睡覺覺覺覺覺 好嗎?我想你不喜歡, 是不是? 是不是不喜歡? 我…你喜歡就讓你拿去玩, 你真是… 不如說話, 你進去試試那張小床 快點, 進去, 可不可以睡? 我… 對不起, 要你讓牠咬這麼多東西 待會兒 真的嗎? 這個你叫赤立國 我批准你跟我一起睡 怎麼了? 不用這樣嗎?借來玩一會兒 是, 給你了, 給你了 你也是這樣, 真是打算不走 好了…三哥一起睡吧 早安, Sir 早安 歡迎你這間我們重案組 謝謝, Sir 稍後再介紹, 同時讓你認識, 坐 相信你有留意到 我們抓了顏大強的案件 有 雖然我們夠了, 要責任他 但是他的貨還沒找到 根據線報, 是他手下忠誠拿了貨 但是忠誠他已經死了 但我相信在他死的地方是可以有線索 對了, 你好像在元朗長勝村大 陳Sir的意思是想我在長勝村入手 大家趕過來, 計時想和你們認識 沙展賀, 天佑 河Sir, Eric, 叫我天佑 是 河Sir, 娘 娘, 你好 天佑 你們認識嗎? Jesse是我學堂同屆畢業的同學 應該很久沒見了 也不是, 上次跟專案小組 拉大眼的時候, 他也在 但是那時候他是EU的領犬員 合作愉快 大家認識就好了 對, 總之默契很容易培養 你們慢慢培養一下 是… 河Sir, 我們做些事 不妨礙你, 請教 河Sir, 你叫我嗎? 麻煩你, 我的行李箱很重 我拿不動 你要去哪裡? 入村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把你的行李箱放在我的手推車 幫你推進去 當然不介意, 謝謝 謝謝 真是謝謝你 你是這條村的人, 你又這麼好人士 我對這條村又有多好感 希望在這裡租到屋子 走吧, 你連屋子都還沒租嗎? 那你又搬還是行李進來? 我剛剛下機而已 我在加拿大那邊住在郊區 希望回來香港也住在郊區 所以剛才一上的士 就叫司機請我進來元朗 剛剛經過村口的時候 一會兒又覺得挺合眼緣 那就叫司機停車了 你也挺即興的 希望你找到一間好屋子吧 我也希望 不知道你能否幫到我呢? 我真笨, 我就有屋子租了 我帶你去看看 好, 我真是出路與貴人 貴什麼人? 我是這條村的村長 代表… 走路去 你很聰明 一點也不聰明 我的家法國士國 我還是老闆來, 你是不是發哥? 我叫周用發 你好, 我叫馬卓玲 每個人都叫我癡靈 經常說我癡靈 癡靈? 對了, 發哥 將來我住在這條村子 去你士多光顧, 有沒有折頭? 有, 當然有 不過千萬不能告訴我老婆 你怎麼知道我? 放心吧, 我明白的 說得像層層, 屋子還沒看 不過仙子聲明 那些租金我老婆下的聖旨 就沒法改變 希望你有個心理準備 錢不是問題, 最重要是我喜歡 我幫你手推 好 大嫂, 你在這裡嗎? 她出去了 今天我看店有什麼光顧呢? 我想買的一包薯片, 和蔡 不是, 蔡先生 你拉不在家裡出來的吧? 是 你有沒有看到阿發? 有, 他帶到女孩子去看屋 應該可以租成的 那女孩子是不是真的 她們說得這麼瘋 而且有四十三吋腳長? 是, 挺好的 可能她的衣服很小 穿得她很玲瓏浮凸 還有那條褲子這麼短 視覺上就覺得有些東西就長了 我就不覺得她的腿真的有四十三吋那麼長 就是了, 四十三吋嗎?電燈柱子嗎? 四十三吋 總之阿發就很驗福 下面住了一件喪女, 出口就精神一點 當然, 為何這麼刀 還有兩位前輩, 一起去看 是, 我們… 走開出去, 你不要站在這裡 這樣, 你看不見為曹根? 八嫂 八嫂 大嫂…你幹什麼? 有什麼事?林先生, 你幹什麼? 八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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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嫂 是女人的, 要來曹操 快點, 快點 房裡有一盞燈彈換好了 這盞燈彈我來曹操 不好意思, 麻煩你這麼多 不怕, 我是包糟公 包糟公英份的 好 八嫂, 八嫂, 你可否扶一扶我 我雙腿有點抽筋 九容三 別亂來, 你是不是女人? 你是不是當我死? 我…我來的… 你中攔住他, 放下他 你放下他 你放下他… 一起放… 快點放下他 快點放下他 你這個死 你不是發嫂, 你一定是發嫂 你好, 我叫馬卓玲 每個人都叫我黎靈 經常說我黎靈 看得出來 發嫂, 你很幽默 你和發哥一樣這麼好人似的 對, 黎靈很好人 他剛才從加拿大回來 他只能組一個男朋友 很快就會飛過來 正確來說, 應該是未婚夫才對 我們打算回來結婚 恭喜… 那就不錯了 很快長勝村就會裝起事了 我住樓上也會沾起起 你住二樓嗎? 你好, 我叫馬卓玲 每個人都叫我… Cherling, 我知道 你好, 為我去掌軒鵝 你好, 掌小姐 以後大家在樓上樓下 要多互相照顧 慢著, 誰租給你? 什麼事? 我很喜歡這裡, 已經有了感情 以後我多加租給你 剛才九千八, 我加個萬二, 好嗎? 萬二? 是呀, 老婆 這樣的租客非常難得, 很難找的 不行 不行, 老婆, 兩個月按金 一個月上期簽一年死約 如果要賠, 會很難的 你自然把自為答應了人嗎? 你這個小孩 是不是真的?萬二, 殺了你 今天是搬進長勝村的第十二日 目標人物周用法 今天租了地上的單位 給一個四十三吋長腿索女 發掃表面按住沒事, 但是有隱憂 老婆, 明明沒事了 你又發什麼神經? 我現在閉上眼睛就想起那個孝領 一隻最壞是你, 自把自為再跟租出去 我告訴你 你不要對那個孝領有什麼企圖 我不會, 我連想也不會 老婆, 你念著我 每個月跟你賺一萬二元租 老婆, 你對我好一點好不好? 你中錯了 那一萬多元, 交給我吃不安睡不下 為何一個不小心 老公被人勾了? 心血少一點也不夠 人家都說有男朋友了 還快結婚了 天天還沒結婚, 還沒嫁 我告訴你, 你不要單獨對著孝領 人家在街頭, 你好在街頭還沒走 看著眼睛也不行 在樓上樓下, 很難而已 很難嗎? 你督問你, 阿明 阿明, 別吵了, 別吵了, 別吵了 你還吵了, 別吵了, 別吵了 你吵了, 吵了, 吵了 吵了, 吵了 我估計沒錯 法嫂她到頭來都受不了發癲 這個法嫂很欠錢 經常嫌阿花沒出息 很可能因為這樣 逼阿發她綁架我來賺錢 她經常發脾氣, 小小事就打打鬧鬧 像是想令阿發忍無可忍地跟她分手 她就有機會獨吞贖金 小姐, 你好嗎? 我很好, 爸爸她最近怎麼樣? 老爺很好, 不過沒有你在公司 她多管了公司的事, 所以忙一點 那你替我好好照顧她 我會的, 不過… 不過什麼? Huddy可能太久沒見小姐 她經常沒滿不樂, 又沒了為我 你趁爸爸不在意的時候 靜悄悄帶她來見我 還有, 房子也要收拾一收拾 行, 那我明天帶她好電話來 順便幫你收拾吧 謝謝, 明天見吧 明天見 協助她是, 明天見 黃畫真實 平起, 小心, 避霸襯 這個, 我還是青檸白痴 你沒什麼表面傷人 你不幸中大幸 幹什麼? 昨晚你也聽到了? 神經病, 是整條村都聽到了 糟了, 那我以後怎麼見人? 你拆盲自己的眼睛 不是吧? 不是吧? 我告訴你 我昨晚不斷看過那個青檸的眼睛 他真是十個索, 起碼是二個那隻 連阿平都怕我被他迷惑, 叫我小心點 何況你老婆發嫂? 用法, 其實你老婆真是離譜 青檸的索女 她願意自己打開自己的胸懷 讓我們欣賞她的內在 你沒理由不看 男人看美女天經地義 不看那個才有病 所以說, 女人是賴妖托世, 橫行走 你老婆就是了 你別在神祖流流收內褲 用法很新手 是很新菜 甚麼? 不是, 原來在這個角度看阿芊 又是另一番新景象來的 上天他有這麼好的索女我及 周潤發不及, 真是對不起自己 你該不會只有我? 是妖蓮 各位, 早安 早安 你好, Woody 我是LuLu哥呢? 她在繳房工作 我幫你叫LuLu Sir 不用了, 我不想抓住她工作 還以為你早就來看LuLu Sir 你想說是Chilin嗎? 傳說中, 她好像很瘋 我LuLu哥有什麼事沒見過? 她一定很夠定力 就是, 你們兩個年輕人血氣方向 先顧著自己 不如準小姐 你幫忙介紹一下 Chilin的紅花顏色 讓我們稍後追到她 那就不用怕LuLu Sir被她黏住了 這個想法吧 好, 你的頭髮工作, 拿回去 早安, LuLu哥 有找我什麼事? 我順便來看看你 我最主要是來找Sammy 我? 是, Woody最近沒什麼胃口 你給我看看她 好, 不過待會有兩個正要看 對, 你和Woody先等一等 好, 沒關係 你Woody在地上逛逛 要不經常抱著她? Woody不喜歡在地上逛逛 她很怕骯髒的 怎麼了? 你也覺得我今天的窗戶有點不同嗎? 反正要等出土地逛逛逛 好 你是不是有物資跟King姐 你知道誰是綁匪嗎? 還沒有發現 你叫我出來幹什麼?這麼浪費 就是叫你出來曬太陽吸收紫外光殺菌 那倒是, 曬一會兒呢? 放我去地上讓她自己走走 不是我不給, 她不喜歡 是你不喜歡 你知不知道經常不給她的運動 遲些她的年紀大一點 她的肌肉穩縮, 她走不動 有沒有這麼嚴重? 放我去地上讓她自己走走 等等… 怎麼了? 先脫下鞋子 地上這麼髒? 天生就打大尺腳走路 你有潔癖而已 你也不可以這麼熱絲剝奪 接觸大自然的機會 你別說人家 都是天生打大尺腳去走路 脫鞋子吧 脫下了? 我叫你脫下鞋子, 你也走一走 我這麼大女兒沒試過脫下鞋子走的 沒試過就試一下, 試一下又不會大肚子 你怕什麼? 骯髒 你就當陪Woody走走走, 你看 Woody多開心 不要 你這個腸癌, 入得我的腸 又聽我的話, This is an order Yes, Sir 感覺怎麼樣? 有點刺, 挺有趣 你這個人太過神經質 我不是神經, 不知道多正常 但是你崩得太緊 就快精神僵硬化了 再不放鬆, 遲早人都掉 怎麼了?怎麼了?怎麼了? 你整隻刺到我的腳底, 很痛 我今天很想免費替你做腳底按摩 好笑嗎?我不覺得 要做你要做 客人一跳 謝謝 站住、坐住、擺個姿勢 都會跟我感覺一致 向前向後向右向左 明天始終站在我 抱著對著勾下手指 只要只要得我喜歡 有時沒事笑著女兒說大戰 轉數未夠快 只問善良亦答舊 我看得到梅火心未臭 路友別再鬥 雨著洪水猛獸 容我奮傷請救 最擁置於心頭潑出所有 這路有狗狗,別太早逃 未寄望槍風頭,迎取報酬 規劃能量大於…